睡不着的凯特 夏日炎炎 凯特妈妈又在做好吃的了 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凯特可真是妈妈的小帮手 我又做了一个 小夜良最喜欢妈妈做的点心了 她晚上看到这些 肯定会很开心 凯特 凯特 到午睡时间了 走 快去睡吧 不嘛 不嘛 我一点都不困 中午要是不睡 下午可就没有精神了 听话 快点去吧 那好吧 不想睡 我还想捏很多可爱的点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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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谢谢 你好了 真漂亮 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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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月亮来了 快点起床 小月亮 凯特 小月亮 你终于来了 我好想你 我也是 对了 我带了好多好多好玩的呢 你看 有魔法棒 小笛子 还有铃铛 真棒 我也准备了你喜欢的东西 你猜猜是什么 难道是小点心 你真聪明 我和妈妈做了你最喜欢的小点心 真的 太好了 我们进去吧 我帮你抱着呀 看我的 我抓住你了 小月亮 少赖 我投降 我投降了 快快快 宝贝们 快点睡吧 明天还得上学呢 嗯 知道了 不要跌 Shall we 看我的 看我的 快点笑 太哥 看我的熊熊魔法 崗溃 毯 goals 看我的无敌大枕头 没打到 来 枕头大战 凯特 凯特 凯特已经睡着了 好吧 我想凯特应该记得 明天早上还得上学呢 记得记得 晚安 晚安 小月亮 晚安 凯特 小月亮 你睡了吗 嗯 我睡不着 怎么办呢 小月亮 睡着了吗 音乐盒 有了 听着音乐就能睡着了 唱歌 这么快就停了 又停了 好累 好累 有了 多转会就不用跑来跑去了 坏了 希望爸爸明天能修好 对了 来试试数羊 一只羊 两只羊 三只羊 四只羊 五只羊 六只羊 知道了 还是睡不着呀 凯特 对不起小月亮 把你吵醒了 可我实在是睡不着 没事没事 我陪你吧 太好了 我们一起看书吧 好 在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个地方叫熊熊国 从此他们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好好看呀 小月亮 对不起凯特 要不咱们玩过家家吧 好啊 我最喜欢玩过家家了 香香公主 你看 这是世上最美味 用天上星星做的点心 请你尝尝 啊 哇 真是太好吃了 太好了 白云公主 这是我用月亮做的 比星星点心还要好吃的点心 你快尝尝 嗯 好好吃啊 来 我们一起吃吧 吃不下了 我也是 吃得好饱呀 吃得好饱呀 那我们睡觉吧 嗯 嗯 肚子胀胀的 睡不着呀 凯特 你睡着了吗 没有 睡不着 怎么办 啊 小月亮 你睡着了吗 啊 没呀没呀 睡不着呢 啊 还是睡不着 小月亮 小月亮 睡着了 我还没睡着呢 我也是 小月亮 啊 有了 凯特 不如我们来做运动吧 说不定很快就能睡着了 做运动 2 2 3 4 5 6 7 8 是高扁 对 就是这样 我的家就这样玩 好玩 1 2 3 4 5 21 22 23 23 2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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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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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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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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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是熊猫 别开玩笑了 它是小月亮 我是凯特 你们这是 昨晚没睡好 小朋友们 你们要记住哦 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 才能健健康康成长 小朋友们 再见 了不起的凯特爸爸 大树幼儿园放假了 凯特邀请小朋友们 来家里做客 他们来了 你们好 你好 凯特 快进来吧 凯特 凯特 送给你 谢谢 不客气 凯特 你家真漂亮 就是就是 又大又干净 博星船 好精致啊 这些船都是我爸爸做的 哇 这么厉害 我能拿起来看看吗 当然可以 快让本王子 快让本王子瞧瞧 真好看 我这还有更漂亮的东西 还有更漂亮的 姐姐 快来 快上来吧 凯特 你要给我们看什么 是什么 黄豆强 你知道这些地方都是哪儿吗 这些都是国外吧 这个也是 还有这个 还有这里 这里 这些地方我爸爸都去过 凯特 你爸爸真是太厉害了 那当然了 我爸爸什么都会 我最崇拜他了 本王子以后也要去那么多的地方 谢谢你 凯特 凯特 再见 凯特 再见 凯特还在睡觉呢 我先去摘一些野果 晚点回来 快去吧 我会照顾好凯特的 还有 别忘了给书柜刷漆 知道了 妈妈 记得让凯特按时吃饭 妈妈 你就放心吧 有爸爸在 肯定没问题的 妈妈 再见 再见 爸爸 摔这个好没意思呀 那我们就想一个 有意思的方法吧 什么方法 爸爸给你露一手 太阳出来了 金灿灿的 太阳底下 小野花也笑开了脸 哇 太阳变成小花了 爸爸 带变 小野花开心地穿上了红裙子 小朋友也出来晒太阳了 爸爸 你好厉害 爸爸 我也要画 我也要画 来 给你 先画一个小坡 小朋友站在小坡上 再画一些小草 小草长在小坡上 看不出来 我家小凯特还是个小画家呢 我还没画完呢 好了 谢谢爸爸 我的小公主 干得不错嘛 爸爸先生 您也不错嘛 放在院子里晒一下吧 好的 爸爸 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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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凯特 凯特 凯特强 快进来 凯特爸爸好 你好 凯特爸爸 我想让您帮我看一下我的小手工 正好 我们也饿了 光头强 我们一起吃个午饭再看你的小手工吧 嗯 谢谢 哇 烤鞭包 还有沙狼 好香啊 这些都是您做的吗 是啊 哇 我的爸爸可厉害了 什么都会 哈哈哈哈 来 快吃吧 好 好好吃啊 好好吃啊 好饱呀 谢谢凯特爸爸 谢谢爸爸 不用客气 光头强 帮你的小手工给我看看吧 好的 来 就是这个陀螺 不知道为什么老是转不起来 我来试试 爸爸 是什么问题啊 您能修好它吗 你们看 陀螺的左边长得胖胖的 右边呢 却是瘦瘦的 一边重 一边轻 走路都走不稳 肯定转不起来 啊 原来是这样啊 爸爸 你快让它转起来吧 别着急 我们先来给它减减肥 对了 小朋友们用这些工具一定要小心哦 哦 哇 好了 汪头强 你再试试 好 站起来了 站起来了 开头再见 开头爸爸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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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爸爸最厉害了 吃你一个棋子 等一下 你这个棋子打不过我 那我用两个 打你一个 那我用三个 比你更厉害 打雷了 爸爸 凯特别怕 有爸爸在 哎呀 书架还在外面 爸爸 我来帮你 不用 哇 爸爸好厉害 爸爸是大力士 这一切 爸爸的衣服过了 爸爸肯定能把衣服缝好 我去拿针线 缝衣服 爸爸 爸爸还没做过针线活 爸爸试试 爸爸快缝吧 爸爸 你还没有穿线呢 是 爸爸加油 好慢 爸爸 我来帮你 好 穿好了 爸爸 快缝吧 做针线可比花花累多了 爸爸加油 加油 好像和妈妈疯的 不太一样 缝好了 爸爸好厉害 爸爸什么都会做 怎么会这样 我回来了 妈妈 妈妈 爸爸把衣服和沙发缝在一起了 看来你爸爸是被缝衣服给打败了 好了 穿上吧 爸爸那么厉害 怎么不会缝衣服呢 是啊 爸爸让缝衣服给打败了 凯特 每个人都有不擅长的东西 爸爸也一样啊 就像妈妈 虽然会缝衣服 但是不会做家具啊 好像是哦 凯特 你会不会因为这个 就不喜欢爸爸了呢 才不会呢 爸爸虽然不会缝衣服 但是会得有好多好多 爸爸最棒了 我们家凯特也很棒 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吗 每个人都有擅长和不擅长的事 你们的爸爸都会些啥呢 快去问问他吧 小朋友们 再见 玉南瓜 今天天气真晴朗 我们一起去看看森林里面会发生什么有趣的故事吧 快到目的地了 小飞机就要起飞喽 飞喽 飞喽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早就准备好了 那就开始吧 开始 开始 几飞机比赛 倒数 3 2 1 飞喽 好 好 啊 特王子的飞机飞在最前面 肯定能飞到最远 不对 俺了才是最远的 胸大加油 吉吉加油 我的小飞机 怎么会这样 宝宝 我们跟小飞机撞在一起了 好 阿滴飞机飞得最远 阿是第一 阿滴飞机 熊儿 小飞机 在那里 小飞机 講示范 好 几个小飞机 滿臭的 然后再来 我们可以做一盏南瓜灯 做一盏大大的南瓜灯 好主意 熊大 俺也有一个主意 俺们可以把南瓜肉挖出来 让妈妈给俺们做特别好吃的南瓜饼 南瓜饼 美味的南瓜饼 先把南瓜藤扯掉 这样就可以把南瓜搬回家里 熊儿 俺没事 我们可以把他搬走了 太好了 看阿爹 好重啊 熊儿 让本王子来一定能成功 看好了 正好重啊 真好重啊 那咋办呀 姬姬 俺们一起抬 来 数一二三 俺们一起用力 好 一二三 加油 你们想也来帮忙 加油 加油 用力 金金王子 加油 金金王子 好痛 金金王子 你没事吧 我没事 这南瓜太重了 咋样才能把它搬回家 我们推着走吧 阿拉推 我们一起来推 准备 推 推动了吗 推不动了 没力气了 这南瓜太重了 有办法了 很结实 熟大 你拿树头干啥呀 绑上树藤 俺们就能一起拉南瓜了 大家一起用力 肯定能行 熊儿快来 好 咱们一起用力 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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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冬了 咱们再加把劲 你会再换 define 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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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波 ial x scree suas 我们到哪儿了 才走了这么点 拖得太慢了 太阳都下山了 那咋办 我有个办法 我们把大南瓜劈开 不行 要是把南瓜劈开了 我们还怎么做南瓜灯 对 不能劈开 说的 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嗯 俺想吃南瓜饼 熊大 你说 还有啥办法可以把大南瓜运回家 俺也不知道 好 太阳 大家再想想吧 俺们一定能想到好办法的 想不出来 这个大南瓜怎么就搬不动 好 太阳了 本王子一定要让他动起来 推 狂狂王子 狂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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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要让大南瓜动起来 我的帽子 熊大 把帽子给我 熊大 想个办法了 给 熊大 你想到什么办法了 你们刚才看到了吗 鸡鸡的帽子圆溜溜的 掉在地上可以滚动 可是 这和俺们的大南瓜有啥关系 大南瓜也是圆的 大南瓜也是圆的 我们可以把大南瓜立起来 就像鸡鸡的帽子一样 把南瓜滚回家 这个办法不错吧 是 大南瓜圆圆的 像玩具汽车上的轮子 俺咋没想到 熊大针吧 那咱们还等啥 赶紧去找一根结实的木棍 和一块大石头 把南瓜翘起来吧 熊大 那有根棍子啊 这块石头不错 看啊 熊二 你踩上去 嗯 俺们成功了 熊大 你说的办法真管用 一点也不费力了 南瓜甜 南瓜大 拿不动 抱不下 开动脑筋想一想 圆圆的南瓜像车轮 轻轻松松滚回家 哈哈哈哈哈哈 大家看我的 呦呼 呦呼 姐姐别跑这么快 等等我们 等等我们 小朋友们 遇到困难的时候 记得要开通小脑瓜想一想 很快就能想到好办法 小朋友们 再见 毛毛毛回来了 毛毛转学后 吉吉很想念她 经常和毛毛通信 吉吉 你好啊 游离员 给你 走了 好 告诉毛毛一定要快点回信 吉吉 有你的信 耶 毛毛要回来啦 啥 真的毛毛又回来了 太好了太好了 毛毛毛什么时候回来 啥时候回来 快看看 毛毛说 再过13天 她就搬回来了 太好了 1 2 3 13 好像快点 咱们走 快去告诉萝卜头他们 毛毛要回来了 吉吉王子 你还记得吗 咱们一起看蝴蝶 咱们一起看蝴蝶 啊 嘿嘿嘿 一起在花园里种花 浇水 对了对了 咱们还一起画画 我要把这段回忆画下来 太棒了 吉王子 嘿嘿嘿 嘿嘿 这个可以画大纸 这个可以画大纸 这样吗 嗯 嘿嘿嘿 猫猫好想你啊 猫猫回来要是看见这些 肯定很高兴 嗯 对了 本王子这就去准备 嗯 蝴蝶都去哪儿了 有了 有了 本王子扮成花 藏在花丛里等蝴蝶 就这躲了 这边 这边的花开得正好 我就躲这了 快来吧 走开走开 别打扰本王子抓蝴蝶 走开 快走开 走开 蝴蝶蝴蝶快来吧 快来 快来 快来啊 快来啊 怎么还不来 抓住了 抓住了 怎么是这鹅子呀 根本就没有蝴蝶嘛 猫猫虫 对了 猫猫虫可以见蝴蝶 找不到蝴蝶 把猫猫虫养成蝴蝶就好了嘛 本王子真聪明 来 来 来 这样我就可以同时照顾你和小花了 姐姐 姐姐 一起来玩藤球 你们玩吧 我还有事呢 怎么 吃个花孤朵呀 没关系 多浇点水一定会开花的 小花乖乖 快点开开 你可要快点尝哦 小虫吃饭喽 姐姐 快点开花了 这样很快就能变成蝴蝶了 你要好好休息 我去照顾小花花去了 长草了 怎么这么多草呀 马上就可以变成蝴蝶了 马上就可以变成蝴蝶了 怎么还没开花 怎么办 怎么办呀 有办法了 有办法了 还是不行 小花花 怎么再开一点点 终于开花了 好漂亮 猫猫肯定会喜欢的 好了 本王子要去准备木板画了 画什么好呢 有了 猫猫一定会喜欢得不得了 一会儿就能见到猫猫了 下雨了 书猫淋湿了 小木牌 怎么也淋湿了 这可怎么办呀 没法送给猫猫了 只能送花和蝴蝶了 我的花 怎么枯萎了 完了 花也送不成了 这下该怎么办 花没了 小木牌也让雨淋花了 只能送蝴蝶了 你可一定要出来 蝴蝶 好漂亮 太好了 至少还有蝴蝶 小蝴蝶 小蝴蝶 快给本王子停下来 别跑 小蝴蝶 小伙伴们 我回来了 芒芒 好久不见了 芒芒 欢迎你回来 芒芒 我们好想你 我也好想你们 芒芒这会儿就回来了 笨王子 快点抓住你 这回回来就不会走了吧 嗯 芒芒王子在哪呢 芒芒 芒芒 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 哇 谢谢凯特 还有我的 还有俺的 还有俺的 谢谢 还有我的 哇 这么多 谢谢大家 咋没看见芹芹啊 她不是给毛毛准备了好多礼物吗 是啊 芹芹呢 小蝴蝶 你不要再跑了 小蝴蝶 小蝴蝶 芹芹 你来了 原来你在这儿呢 芹芹 芹芭芭回来了 芹芹王子 芹芹王子 我回来了 芒芒 芒芒 芹芹王子 你怎么哭了 不哭 我回来了 你怎么不开心 芒芒 我给你准备的礼物 礼物都没了 木板花儿淋湿了 小花儿枯萎了 连小蝴蝶也飞走了 芒芒 对不起 你不要怪我 不会不会的 没有礼物也没关系 我还是最喜欢芹芹王子了 喜欢你又那么那么多 芒芒 我也最喜欢芒芒了 王子喜欢芒芒有这么多 比芒芒的还多 芹芹王子 芹芹脸紅了 芒芒 芒芒 欢迎回来 我 我好想你啊 我也好想你啊 姐姐王子 芒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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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好想你 芒芒芒 芒芒 芒芒芒 我快喘不上气了 芒芒芒 芒芒芒 就快点去看看吧 吉吉 你爸爸妈妈回老家了 让爷爷来照顾你 放学后 记得等爷爷 咱们一起回家 嗯 知道了 山羊爷爷 爷爷再见 再见 小朋友们好 妈朋友们好 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名字 名字 孩子们 你们有没有问过 你们的爸爸和妈妈 自己名字的含义吗 俺知道 俺的名字是妈妈给起的 俺是哥哥 妈妈就希望俺勇敢 胸大的大 是指胸怀广大 胸大说得真好 啊 俺是弟弟 妈妈希望俺做事要一清二楚 还有明明白白 明明白白 不糊涂 熊儿可真棒 还有谁知道吗 老师 老师 其实我叫刘小强 爸爸希望我坚强 茁壮地成长 至于光头墙 至于光头墙嘛 那是我的小名 光头墙 俺一直很好奇 你明明有头发 为啥叫光头墙呀 这个嘛 因为在我更小的时候一直没长头发 大家就叫光头墙啊 光头墙的 叫着叫着就习惯了 我的名字是 妈妈希望我长大以后跑得快 还有 长得可爱 所以就叫我姐姐走 还有我 老师 机械 你的名字又啥含义呀 这个嘛 所以妈妈教我叫 detail 我名字的含义是什么 没问过爸爸妈妈呀 姬姬王子 我来推你 妈妈 过来 本王子问你 你的名字有什么含义 我想起来了 我听妈妈说 我出生的时候脑袋上长了两组金金的毛 所以我叫毛毛 妈妈说那代表幸运 连毛毛的名字都有故事 本王子也一定要有 吉吉 吉吉 到底有什么含义啊 走开走开 本王子的名字才不是鸟叫呢 山羊姨姨 我爸爸妈妈什么时候才回来呀 我有点事情想问问他们 吉吉啊 你先别着急 要不你给他们写封信吧 爸爸妈妈收到信 一定会给你回信的 好呀好呀 山羊爷爷 你帮我写吧 好好好 你要问什么呀 我要问我名字的含义 写封信 哇 上课啰 大家在做什么 你们快看暗花的 这是英雄雄大 就是暗了 看我 看我 看我跑得那么快 还有我 我和月亮一样漂亮 看我的 看我画的 你们看这 两头毛的毛毛 快来摸摸我的脑袋 会幸运的 姐姐 你的名字还没画呢 快过来画吧 我 我不画 为啥 因为本王子要改一个新名字 新名字 对 本王子宣布 以后我就叫 以后我就叫 就叫 本王子跑得也快 长得也很可爱 以后本王子就叫结豆豆了 小朋友们 今天我们来画简笔画 谁想上来画呀 啊 老师 是啊 老师 小朋友们 那就让结豆豆来吧 好 姐姐 老师是在叫我呢 姐姐 那本王子就改一个新名字给你们看 姐姐姐 吃水果吧 嗯 谢谢毛毛 香蕉真好吃 对呀 我最爱吃香蕉 香蕉 以后本王子就叫香蕉王子 香蕉 好听 好听 哈哈哈 什么就传给啊 熊二 你们听着 本王子现在有了新的名字 那就是香蕉王子 香蕉 谁叫我的名字啊 我叫香蕉 我也叫香蕉 我才叫香蕉 我叫香蕉 我是香蕉 我是香香 这是怎么回事 大家都叫香香 这次我要给自己取一个最特别的名字 个大家都没有听过的名字 我喜欢大树 大树 我也喜欢白鱼 白鱼 我要把我喜欢的都夹到名字里 让让 姐姐 我来让你们看看本王子的新名字 看好了 新名字 大家快来看 姐姐又有新名字了 怎么样 大树 毛毛 花花 白云 香蕉 小河 弯弯 闪亮亮 哈哈笑王子 怎么样 我的新名字不错吧 好长的名字 姐姐 姐姐 我们去玩藤球吧 穷儿 你现在要找本王子的新名字 大树 毛毛 花 白云 小河 不对 给我重念 大树毛毛 花 白云 不对 花花 白云 大树毛毛 白云 不对 白云 香蕉 策略 香蕉 小河 傻傻 熊儿 熊儿 你快醒醒 好帅 大家怎么都不喜欢我的新名字 你要是没有了名字 大家以后会怎么叫我 来踢球 我们一起去找蜂蜜 王子 吃水果了 我不要叫A 琪琪 你爸爸妈妈给你回信了 你快帮我捏捏 爷爷 你快帮我捏捏 琪琪啊 你的名字很有意义 从你出生以后 家乡年年大丰收 你的爸爸妈妈就给你起名叫琪琪 琪琪就是吉祥的意思 哇 你的名字很棒哦 太棒了 原来我的名字有这么好的意义 谢谢山羊爷爷 琪琪 琪琪 你别生气了 把俺的名字让给你 以后你就叫熊儿王子好不好 才不要呢 本王子宣布我还叫琪琪 永远永远都叫琪琪 小朋友们 你们叫啥名字 俺们每个人的名字里都有爸爸妈妈对俺们的美好祝愿 快去问问你们名字的含义吧 再见 森林里的怪声 阳光明媚 小朋友们在草地上玩耍 琪琪 你让玩一玩玩吗 这道本王子再说 好大的疯 琪琪琪 琪琪琪 小风筝 小风筝 小风筝别跑啊 小风筝 快追啊 别去那里 别去 为啥呀 风筝就在那儿呀 你们不知道那片树林的事吗 那边有棵奇怪的树 本来它跟其他的树一样长满绿叶 前不久它突然枯毁了 从那以后 在枯树附近都能听到乌乌的哭气声 熊大 哎呀 你别吓唬熊二了 是真的 对呀 对呀 听说那是一只怪物在哭泣 好可怕 没那么可怕 哪会有这种怪物 幸不幸有你 妈妈 我们走 好 姐姐说的 会不会是真的 咋可能呢 熊大熊二 妈妈 孩子们 妈妈 妈妈 我拔了好多的胡萝卜 熊二 你可以帮妈妈送一些给凯特家吗 好呀 熊二乖 熊二 要不俺去吧 俺去 俺可以 小蝴蝶 小蝴蝶 是谁 不要自己吓自己 没事的 这该不会就是姐姐说的那棵树吧 有人吗 根本就没有怪物嘛 谁 是谁 妈妈 凯特 凯特快开门呀 快把门关上 熊儿 你怎么了 吓成这样 是来给你送胡萝卜爹 可是 就剩这些了 其他地都被怪物吃掉了 怪物 熊儿 世界上是没有怪物的 真的 还听见他哭了呢 来了 等一下 闪 熊大 你也是来送胡萝卜的吗 是啊 熊大 姐姐没有说谎 真的有怪物 你看见了没有 嗯 俺只发现你掉了红萝卜 我就说没有怪物嘛 熊儿 你这是自己吓自己 那 那你也没有听到奇怪的声音吗 爬爬呜呜呜的声音 那是风吹树叶的声音吧 熊儿 你别胡思乱想了 凯特 那俺和熊儿回家了 好 熊儿 把篮子提上 俺们该回家了 篮子呢 熊大 要不俺们换条路走吧 放心吧熊儿 俺会保护好你的 你不要怕 熊儿 你看 俺们的篮子 熊大 熊儿 快来帮忙 别怕 你快过来 拿到了 看不见了 怪物抓住俺的眼睛了 救救啊 熊大 妈妈 熊大 熊大 熊儿 别哭了 要勇敢一点 你看 根本就没有啥怪物 别害怕 熊大 你听 熊儿 你咋胆子这么小 不要自己吓唬自己 哪有什么怪物 真的没有吗 真的 不过就算是有 俺也不害怕 怪物 怪物 是怪物的大爷 熊儿 难道 真的有怪物 熊儿 等等啊 怪物来的 看本王子的 在这儿呢 你们怎么了 有怪物 就在那个枯树附近 本王子早就说有怪物了 我还不相信呢 要不你们带我去看看 咱也不去了 不咧 不咧 来吧 咱们人这么多 怕什么呀 熊儿 妈妈 快来 我去找大黑熊老师 咋办 咋办 就上阿里 等等 熊儿 怪物呢 怪物在枯树里面 来嘛 他会发出呜呜呜呜的哭声 我倒想看看怪物到底长什么样 帮不瞧 怪物 你快出来 怪物 怪物 没有怪物 没有怪物嘛 光头强 你别吓唬人 我就想证明没有怪物 怪物来了 等等等等 孩子们 发生什么事了 有怪物 老师小心 神明 有怪物 我 孩子们 你们过来吧 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你们看 这上面有好几个洞 风吹到树洞里又吹出来 就像一只笛子吹出来呜呜的声音 就像一根大笛子吗 笛子 说的没错 孩子们 不要怕 发出这声音也是有原因的 来 一起找找 那是什么 在哪儿 在上面 那是 小的 你看 是风筝 不用害怕 去看看吧 原来我们的风筝落在这儿 你们看 同学们 这下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吗 知道了 小朋友们 你们有没有遇见过奇怪的现象棉 切记不要慌乱 要多思考和观察 说不定能发现它的秘密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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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